富商收养孤女的真实目的 三十年前 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不慎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 商人焦急万分连夜去找 因为皮包里不仅有十万美金 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 当商人赶到那家医院时 他一眼就看到 清冷的医院走廊里 靠墙根蹲着一个 冻得瑟瑟发抖的瘦弱女孩 在他怀中 紧紧抱着的 正是妻子丢的那个皮包 原来 这个叫西雅达的女孩 是来这家医院 陪病重的妈妈治病的 相依为命的母女俩 家里很穷 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 凑来的钱 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药费 没有钱 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 晚上 无能为力的西雅达 在医院走廊里徘徊 她天真的 想求上帝保佑 能碰上一个好心人 舅舅妈妈 突然 一个从楼上下来的女人 经过走廊时 腋下的一个皮包 掉在地上 可能是她腋下还有别的东西 皮包掉了 尽毫无知觉 当时走廊里 只有西雅达一个人 她走过去捡起皮包 急忙追出门外 那位女士 却上了一辆轿车 扬床而去了 西雅达回到病房 当她打开那个皮包时 母女俩 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 愣住了 那一刻 她们心里都明白 用这些钱 可以治好妈妈的病 但妈妈 却让西雅达 把皮包送回走廊去 等丢掉皮包的人 回来取 妈妈说 丢钱的人 一定很着急 人的一生 最该做的 就是帮助别人 及他人所及 最不该做的 是贪图不易之财 见财忘义 虽然商人 尽了最大的努力 西雅达的妈妈 还是抛下了 孤苦伶仃的女儿 离开了 但母女 不仅帮商人 挽回了十万美元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 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 使商人的生意 如日中天 不久 就成了大富翁 被商人收养的西雅达 读完了大学 就协助富翁 料理商务 虽然富翁 一直没委任他 任何实际业务 但在长期的历练中 富翁的智慧和经验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使他成了一个成熟的商业人才 当富翁晚年时 他的很多决定 都要征求西雅达的意见 富翁 临危之际 留下了一份令人惊奇的遗嘱 上面写说 在我认识西雅达母女之前 我就已经很有钱了 可当我站在凭病交加 却十句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时 我发现 他们是最富有的 因为他们恪守着 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 这正是我作为商人 最缺少的 我的钱几乎都是尔虞我诈 明争暗斗得来的 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了 人生最大的资本 是品性 我收养西雅达 既不是为之恩图报 也不是出于同情 而是请了一个做人的楷模 有她在我身边 生意场上 我会时刻铭记 哪些该做 哪些不该做 什么钱该赚 什么钱不该赚 这就是我后来 业绩兴旺发达的根本原因 在我死后 我的亿万资产 全部留给西雅达继承 这不是馈赠 而是为了我的事业 能更加辉煌昌盛 我深信 我聪明的儿子 能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 富翁在国外的儿子回来时 仔细看完父亲的遗嘱 立刻毫不犹豫地 在财产继承协议书上签了字 上面写着 我同意西雅达 继承父亲的全部资产 只请求西雅达 能做我的妻子 西雅达看完富翁儿子的签字 沉思了一会儿 也提笔签字了 上面写着 我接受留下的全部财产 包括他的儿子 神试验我们的同时 撒旦也会趁机试探我们 然而 神的试验和撒旦的试探 两者的目标完全不一样 神试验我们 是为了成全我们 因为他要把我们 做成他的杰作 在制作的过程中 试验有如品质管制 能够去无存精 摸去草木 留下精子 然而 撒旦试探我们的目的 却是要把我们 从神面前引开 使我们不能成为神的杰作 以福所书二章十节 我们原是神的杰作 在基督耶稣里 为着神早先预备好 让我们行在其中的 善良事工创造的 神的事业和撒旦的试探 是同时进行的 这端看我们的心 是与谁合作 我们若不与撒旦合作 撒旦在我们身上 完全没有办法 然而 我们若不与神合作 神在我们身上 也没有出路 就像真言四篇二十三节说 生命的果效 发植于心 因此 我们的心 是最重要的战场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 认识这位赐福的神 明镜需要您的感谢